昨天呢这个肖万长他喊出要集中选票投给侯康 包括的我相信昨天在这个三大报 大家都有看到买报纸的时候吓了一大跳 为什么吓了一大跳 包括自由时报的头版头 也是有广告刊登 好就是说希望可以集中选票 那又有人说哎 昨天的这报纸很值得买 有不少名就买来收藏 那肖万长已经登高一呼了 说要集中选票集中投篮不白头 那在今天呢 马前总统在联合报中国时报 也是刊登了半版的广告 也是喊出要集中选票了 那么庶民呢 是马英九刊登的竞选广告 内容是台湾要和平要繁荣 不要变成时尚最最危险的地方了 现在就连呢 宋楚瑜也是直接表态了 说他渴望的是政党轮替 那么他也说总统候选人 他支持的是侯友宜 没有什么气保谁的问题 那大家就在问了 那这样子耶 姗姗怎么办 那这样子呢 这个柯文哲怎么办 他说其实说真的啦 很久都没有联络黄珊珊了 那他现在已经表态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掌握的是 其实像目前的学者 其实也是纷纷表态的 包括这个是文化大学 非常知名的教授纽泽勋 他还说其实国民党 可以找管中民当行政院长 因为在2018年的 这个把管案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中间选民都认为说 管中民受到民进党 非常不公平的对待 那么应该要还他公道 如果把管中民来找来当行政院长 那么其实国民党是非常有机会拓展中间选民的支持度的 那也包括的 其实这个管中民自己也有写给晚辈的一封信 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变成了一个外媒口中的最危险的地方 而且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那在过去的这个台大的这个少党领选案 其实他现在也觉得说 民进党掌握权力吃上难看 而且呢掌握权力之后呢 是非常傲慢 如果台湾再接近这样下去 只会往下沉沦 那刚才有说啦 没有气宝鞋的问题 等于说呢 像柯问哲又被问到这个问题了 他说 其实呢 就是操作气宝嘛 那他就说 其实他也其实也没在怕 因为这些都是在掌握他的这过去呢 的一些这个情资当中 那河友宜也说了 联合政府蓝白共治 不要保送赖清德 其实也算是释出了一个橄榄枝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河友宜的诚意哦 那现在呢 蔡生元也说了哦 现在台北其实很多知识分子 都是认识管中民的 但是离开台北之后 真的没有几个人认识 但是这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哦 因为毕竟当时是 台湾变成的一个领选案嘛 好我们来看到了 那现在大家是想争取的是手头足了 关键5%的游离族群 手头足大约是102万人哦 102万人 那选民这一次呢 是1950万人 手头足今年是102万人 102万8千人 那现在就是关键的 这个摇摆族群了 那到底他们会投谁呢 当然13号当天 我们就会见真章 只不过现在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 蓝绿白都在争取是中间选民 以及手头足的选票 那刚才也有人抛出来了 那如果是让这管忠敏来的 当这个行政院长的话 或许会有更多中间选民来支持了 这也是在这个间的最新消息 那选政进入最后倒数啦 那这个泛兰的阵营就开始在猛攻柯文哲了 比如说 好下广告 好比如说呢 请这个宋楚瑜来表态 那现在呢 柯文哲就说了 他今天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 他说大家都说 你投侯友宜 不如投柯文哲 他就说 那我干嘛不投柯文哲呢 其实他也在喊话 希望可以集中选票 现在各个政党都在积极的拉票 渴望获得胜选 继续来看 悬战进入最后倒数两天 民众党全力拼路战 无信从新庄进总出发 柯文哲则是到中和帮邱晨远冲选情 但仔细看柯文哲挥手 只用左手原来右手在造势时 被粉丝拉伤了 手拉伤不打紧 柯文哲还熬夜在KPTV接call in 脸上的晒伤也还没好 选前拼声量燃烧自己 但是 前总统马恩九十一号 在两大报刊登广告 呼吁集中选票 其实十号三大报 也都刊登出集中投篮 不投白的满版广告 要把最后一批的游离票抢到手 托侯友宜就是投柯文哲 讲得太好 那直接投柯文哲就好了嘛 你会不会还是绕个弯干什么 那不好意思 托侯友宜不会达到他的目的 不只蓝银动作频频 连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都表态 只会支持侯友宜 面对泛兰智英夹杀 他柯文哲倒不是太担心 选举期间每个都 每个人支持的对象 我们都只能表示尊重 就这样 不甩蓝银操作 柯文哲首先烦恼的 恐怕还是选前之夜 舞台搭建 绿营声称 开到选前之夜 民众党希望沿用民进党的舞台 民进党是慷慨答应 还反酸 真的不用太多政治算计 让柯正英怒呛又在说谎 我倒觉得这个也是这样 你不用刻意去再操作一条新闻 你用头脑想一想就知道 如果你今天包一个舞台戏 明天又拜舞台戏 他们厂商跟厂商自己就会去 会去协调 开到在影绿白互呛 毕竟自2008年开始 谁拿下选前之夜 开到的使用权 谁就会当选 魔兽能否延续 就看柯文哲最后关头 能不能反手围攻再催票 那么国民党副总统候选 招着康姆在加码出招 要柯文哲在选前公开宣誓 民众党绝对不会跟民进党 组成联合政府 共推立法院长 另外呢其实今天侯康 也是一起来召开国际的记者会 我们来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 选前倒数独秒时刻 侯康派召开国际记者会 两岸议题侯友宜清楚表态 我们一定会在中华民国宪法底下 不管什么共识 你是九互共识什么共识 都在中华民国宪法底下 还好来对话 而且对话一定是平等尊严友善 是坚定的反对台证 我也说反对一国两制 我是坚定的坚守台湾的民族自由制度 这才是台湾该走的中间路线 在我认为我不会刺激同样的问题 侯爷强调出这选举 是台湾在命运十字路口关键时刻 如果让赖青的当选将面临空前危机 美国的欧亚集团 对2024全球最大风险的屏幕报告 把奈钦德 乌克兰的泽伦斯基 以及以色列的纳坦雅弗 共同并列 美国最危险的朋友 两间如果他当选 他的台独纸张 是一个隐战的纸张 他当选的风险 比任何人都高太多了啦 最后关头 马英九跟首度自掏腰包 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 喊出要大家集中选票支持侯康佩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更表态支持侯友宜 还说以柯文哲过去执政经验 恐怕没有治国能力 南北市政府好像我了解的是 在这段时间有一百多位人才都不见了 都被换掉了 人才不但要培养 更要历练 最重要的主导的长官还要监督 他不是只有说 我去找了天下的人 只要抓到菜篮里面就是菜 人才不是自己吹的 是有表现的 最后阶段蓝绿白各自拼搏 谁会关键时刻成为百姓的终极选择 即将见真章 在过去还蛮有名的台大13媒公卫文王玉文 他因为卷入了高宏安的诈领助理废案 被列为贪污被告 昨天开庭 只好爆料说检方逼认 认罪的内幕 而且说是上面指示一定要起诉高宏安 跟他的助理们 甚至说已经写好起诉书了 都写好了 只是这段的征讯录影 居然被黑箱消失了 穿窄长裙 戴口罩说号公卫文的前高宏安立委 办公室公关主任王玉文 因为诈领助理废案遭贪污罪起诉 二次出庭他不忍了 强调没有愧对国家 更爆出检察官征讯时 中段录影录音16分钟 这消失的关键对话 不但胁迫他认罪 还指出上面已经有起诉高宏安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检察官他会直接说出 那我们不要录影了好不好 并没有同意检察官说出 因为上面指示要起诉高宏安 一定要起诉我们这些助理 王玉文表示之前提讯检察官也认同 我是真助理有加班的事实 但去年4月12号 北京检察官不断要他认罪 但他不是公务人员 真的又加班为何又认罪 更指控检察官上面指示 一定要起诉高宏安跟助理 甚至说起诉书已经写好了 正式开庭后便向法官申请调阅 甄讯影片 想不到甄讯影片被切成两段 中间的关键对话消失了16分钟 鸡皮疙瘩 毛骨悚然 我也参加太阳花 我也反对过政府黑箱 没有想到10年后 政府的黑箱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检察官在开庭过程当中 因全程录音录影 因此如果有所谓的中断录影 或许有些许的瞎吃 但是被告全程在场 因此如果有所谓的这样的中断录影 刑事发生被告大可 立即向检察官反应 检察官当庭回复 上面指的是检察官长官的意思 司法独立没有外力介入 王远则发问质疑 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吗 台湾司法有公平正义吗 记者黄明君对宣台北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有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